书间上回 红花绿叶白莲藕 三角原来是一家 这个白莲呢 我们常听说 现在遗传的这个教派啊 还是有的 就是我这个朋友 那么其他的呢 其实他们都对这种江湖暗号 就是言行举止 一个口号 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外人不懂 在过去这种 特别是战略年代 这种事很常见 那么行里人 这个就 很有意思 但是在当时来讲 也是很隐蔽和不得已的 不是说他们有意卖动学问什么 那太肤浅 没有这个必要 红莲呢又叫鸿门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那还有一个青帮 总之呢这几家 大概 这个分成教派了 各自就不一样了 但是这本出都是一样的 像这个一贯道一样 一个感觉 一贯道的当初正教合一啊 就是在这个台平天国时期 以及后期 这个就搞得 这个就搞得 说很迷信 实际上 他这个里面 如是道 很多东西都贯穿着 仕途 这个门主啊 教主 仕途 把这个都联合到一起 把这个学问呢 甚至一些术法呀 这种五行八座 全都穿在一起 人们的思想 但是呢 有点过了 这个 毕竟是民间的组织 搞得有点大了 就像台平天国一样 台平天国当初 这个 张道玲 后面的这个 讲后裔啊 这都传说了 这个 张角 张宝 还有这个 就反正三兄弟 然后 哎呀 死的太多了 据说 上亿人了 亿人了 你知道我们 到后期 这个 建国时候 那四万万同胞 这个歌还那么唱 在那个前 所以 可想 这个 这个教的力量 如果 没有 占领统治 那么 包括后来 我们什么 什么功 也据说 有一亿的 统治 他没有 这个 相当大的 光讲德行 都不够了 要讲这个 福报 不是皇帝 这种人物 都不行 我们说的这些 有点多了 那么后来呢 就是这个 像 红门啊 跟这个白门啊 我们在网上还能查到 他们之间有斗法 这个斗法有很多 像中国跟外国的 跟日本跟缅甸 越南 这些 无师的 斗法 天昏地 那很神奇的 呼风唤雨 我们 一般人 接触不到 但是在网络上能看到一些 这些信息 很多很多都是真实的 在这之后呢 可能有一些演绎 那就什么 三十六天刚 七十二地刹树 遇见飞行 点诗圣巾 什么什么都来了 大白运 小白运 无运才 这些都是其中的 也不是最高深的 很多 那这个红门呢 它练这个 武术 我们知道了 这个都有联系 天地会 什么的 反旧奉鸣 然后 这个 他们 有一种 就更多的 也练内功 内外 内练一口气 外练鸡骨皮 但是 这个白运呢 后来也很红的 他们主要是以 一些术法 一些阴法 幻术 讲幻术 那不是 这个魔术 魔术是最低级的 障眼法 骗人的 那幻术呢 就像那个 说八戒吃馒头 吃了个石头 这种 它是一个 障眼法 那更厉害呢 就点是正经 从这个 这个根本 这个物质的本质 改变了 这些都有 我们下集个 再说这个 朋友的一些事 我们下集完